我没有买房子第一大忌应该就是怕买到凶宅对不对 但是呢屏东有房仲的业者呢逆向操作 直接就在宣传单宣传单上面呢打出凶宅 两个大字哦写了在哪里啊建平啊只要多少钱多少钱的 好了结果呢不但成功吸引目光还让想捡便宜的投资客上门询问 成交率竟然几乎有百分之百 你没看错大大的凶宅字样广告直接张贴在路口 不必会将房屋的过去摊在阳光下让人流烂 这种另类行销反而让房屋热销成交率几乎百分之百 买卖来讲我凶宅其实是最难处理的 因为一旦日后发现的时候我们没有事前告知 后边一点鞋隔又要上法院 原来想出这个方法的人就是他屏东市的房仲业者黄明慧 他认为与其刻意包装隐瞒想尽办法将房屋脱手 之后再处理后续问题倒不如将丑话讲在前头 就是这样的思考模式让他直接的宣传单上 打出凶宅二字 我们倒不如事前说 那因为事前说有一个好处是 愿意买的你就没有任何问题 黄明慧说凶宅的接受度不高 但有固定客群 所以会打电话询问几乎都是有意愿承接的 会来看屋的除了本身没有禁忌外 几乎都是投资客 更好卖反而更好卖 因为一看到凶宅又会打电话来 几乎命中率就50%啦 标明凶宅销售黄明慧逆向操作 反而炒出高知名度 也获得凶宅达人的封号 记者张春晃 远方 评论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